古巴在上個週末舉行了新家庭法公投選務官員 在二十六號表示 根據公投結果 人民同意將同性的婚姻同性伴侶收養 以及代理育母合法化 根據外媒報導 古巴選委會透過了國營電視台宣布 初步開票結果 有高達百分之六十六的有效選票 支持新家庭法 內容將婚姻定義為兩個人的結合 而非一男一女的結合 對於在1960年跟1970年代 同性仍會被送入軍事化藍歐改營的古巴社會而言 這是一項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公投 也象徵社會的風氣出現了重大的轉變 完成了小事件 請到另一位置觀看 請開始